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的房子呢 OK 大家都知道 最近Google Animal很红 然后疫情在家 都是小朋友 可以打只一只老虎来看 其实就一样的概念 我们把它用在 房屋部制的情况 模拟装潢 那只要把这椅子打出来 它是1比1的比例 可以直接投射出来说 我家的这一个空间 合不合适放这一幅画 或者是放这一个沙发 那是可以让你 自动去移动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在 对消费者来讲 过去它可能是 光光有尺寸 然后颜色 然后记在脑子里 但不够具体 那对于卖方 其实也会有 很大的反物流成本 如果这不是一个 真正它 到它房子里来合适的 那对双方都 更有效率了 就是你透过 AR的投射 然后可以知道说 这一盏灯 这一个沙发 是不是非常适合 你现在有的这个空间 因为我有很多问题 我有点搞不懂 好 比如说我房子是30平 OK 那这个墙呢 是300公分 这边是200公分 好 这个椅子呢 是50公分 宽是60公分 好随便了 好不就这样 那我怎么知道 它放进去 所以我得先把 我原来房子的尺寸 先拍了 不用 那我怎么知道 它放进去 其实你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你先在那个手机上面 然后有非常多 家具的膜了 然后很多电商 也开始 家具本身一定有尺寸 但是这个尺寸放在我这面墙 或我这个空间 它的比例呈现的感觉会怎么样 我是不是要先把我自己房子 或者我想要装修的那个房子的尺寸 要先跑一遍吗 它手机有一个叫那个六轴传动的这种功能 它也会知道就是说你的水平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它沙发摆出来 不会摆这个样子的 它自动会去侦测到 就是它的水平位置 对它不会摆歪歪 但它那个大小呢 大小的位置呢 主要是它在摆的时候 它投射出来的时候 它投这个比例 是它真实的这一个 物件的这一个比例 物件我知道比例 但是它摆上去的这个feel 就它在我的客厅的感觉 我是不是一定还是 在操作实物上 我是不是要先去测量 我原来房子的尺寸 比如说我这个墙是300公分 摆一张30公分的家具 我才知道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它摆一个50公分家具 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个比例 对 我刚刚试着讲 我先挑出来讲 就两个 如果真的要摆在不精准 是说你自己先有一个物件的内容 所以我自己要先量好吗 对 就是有两种 就是它但是使用场景不太一样 一种是你自己先建的这个VR的内容 然后你上去摆 那这建的这个VR内容的时候 它就是有尺寸的 然后另外一段是 你只是投射出来看一个异象的 所以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你实际人在这个空间 你要摆在这里 一种是我们两个现在要看高雄那个房子 合不合适摆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个高雄那房子的VR全景了 跟尺寸了 那样摆就是合尺寸的 所以是两种情境 我懂了 所以我要有精准的尺寸的话 我才会知道它摆上去的比例 是的 或者它的位置合不合 但我如果没有精准的尺寸 我看的是它的那个feel对不对 没错 在你的空间感里头的相对应 这个颜色配这个对不对 这个设计感跟整个房子的氛围对不对 没错 所以它是可以有两种的 可以两种 使用场景不太一样 那我搞懂了 所以即便你没有精准的尺寸 它也可以让你至少先感受一下摆在那里 到底跟我的设计会不会有违和感 没错 很方便耶 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它都是拉动型的 因为多数的家户现在是没有VR或AR眼镜的 那随着5G 那整个流畅感更好 相信在硬品 就降移就可以了是吧 对 它就是都是滑得动的AVR 那我想要把这个沙发摆在那个空 我要先把这个沙发拍下来 通常就是卖家具方 它是提供这个沙发的膜 就是它的3D 那如果是家里的旧家具呢 家里的旧家具相反就 不行 而且目前还不行 我不能够在家里把我的旧家具拍了之后 放上去看看 对 那我能不能移除 可以移除 我们有AI的运算 我说的移除不是移除我放上去的 是假设我今天去看一个中古屋 对 那你知道那个中古屋那里头有 那个原屋主的旧沙发旧床旧柜子 那我就要先想想 它的旧沙发旧床旧柜子 一走就摆上我新买的新沙发 新床新柜子 那我能不能透过 可以的 移除是 把它的东西移掉 它是透过AI的影像视觉辨识 像说如果真实这把椅子在这里 我把它移开 那AI是会辨识说 它被切割掉的这一块地方 后面是这个颜色 它会自动的去 把它补上去 然后变成一个 这个是AI运动 这是我们领先全球的一个技术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然后可以再放一个你想要再试试看的新家具进来 因为你知道最难的就是我先想像它这个旧房子里头的东西搬走 然后的空间 然后再摆上我的新家具 我很难再想像两遍 对的 如果是空 我还比较容易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去的 它就是一个毛配或一个空房子 我想像把家具摆上去 那我只要想像一次 可是如果是中国 我想像两遍 我得先把它的东西搬走 我再想像 嗯 大概是长什么样 然后我的东西再放上去 什么样 到底是不是适合 阿光先生刚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在买房子 它配家具 很重要的是尺寸 那过去尺寸 或是现在我们的欧美客户 人工很贵的要去丈量 是非常贵的一个成本 那其实这套科技 还可以做到的是自动丈量 它非常简单 就是当时你拍摄的时候 那你拍摄的高度是多少 我们叫做它camera high 那你只要把camera high 这个高度就是已经标示出来 然后在你拍摄完了之后 你给了它这个尺寸 它自动会去推到 它相对应的 720度空间的所有的尺寸 那当然AI 它所有辨识出来的尺寸 就我们拍完之后 它就帮我量完了 那就量完了 就是我们就叫做 on screen measurement 就是自动测量 它说大量的减少的人工 它可能在卖一个房子以前 它要人工丈量 然后拍照这些 对你就给它一个 拍的时候的高度 那它会去推测 那它精准到什么程度 精准度 当然其实除了AI的运算以外 当然市场上也有那种 昂贵的那种VR相机 可是动的十几万 那绝对应该不是一般卖房子的人会要去买 那个可能它的精准度确实到达百分之百 但透过AI这么低这么低一个APP的行程 其实它精准度就已经到达百分之97了 那对于是一个购买 其实已经是 你并不是要做远端手术的 你远端手术的那种精准度 你可能真的要去买 我们通常买家具也不至于要差到 对 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不至于吗 这个空间大概 比如说这个墙面三百公分 我可以摆一个大概两百到两百五的家具 比如这样大约就可以 因为其实你也不可能刚刚好 我要买两百三十三公分的沙包 你就可以在市面上找到两百三十三公分 没错 通常设计师也会给我一个range 你大概找多少到多少 对的 那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是到97到五 所以说在所有的购买决策 我们所谓头部以下的这些决策 而不是说你要做营照 你要做手术 基本上在AI上面都已经是可以满足的 那真的这样都不用出门了 真的 好 在家具的部分你们有试过吗 在家具的部分 其实我们做得更深入 就是虚拟实境 现在其实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建案的销售 他不再去盖样品屋 直接用虚拟出来的 不盖样品屋了 对 不用盖 那么或者是说 你这个建案上面有好几种房型 你可能在你的接待中心 只有做一个房型 但另外四种怎么办 还是要卖房子吗 对 那就用虚拟的 那消费者就会看到 大概这个空间的感觉是怎么样 还是可以透过平面图 然后透过我们虚拟的这种 家具装潢的摆饰 可以看到 未来我的空间 你会看到就是说大的空间 跟小空间 在虚拟上面还是看得出来的哦 因为那个距离还是可以感觉得到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听得太懂 你说大的空间 小的空间在虚拟上面 你能够真实地感受到 对 像比如说在虚拟上面 有一个100坪的房子 跟30坪 你在虚拟上面还是可以感觉得到 首先那个客厅 100坪的客厅 可能它有15坪 那那个感觉沙发 还有那个桌子 还有跟电视的那个距离 那么跟30坪的那个 可能只有5坪的客厅 它的感觉沙发 还有电视的距离 都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大家最怕说 虚拟看起来 会不会跟实际的那个 屏数没有那么真实 对 那现在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坦白说 对所有的这些建设开发业者来说 他们使用这一套以后 很多成本耶 对 它可以把它所有的房型 表现出来 以前可能碍于就是 要做一个实体的样品屋 它的预算就只能盖一间 现在它没有这个顾虑 它可以五间 它所有的房型 全部都做出来 可以对这个 而且它还可以有不同的style 对 还可以客变 就是一样的食品 你要三房两厅 还是四房一厅 还可以客变 对 我可以虚拟客变一下 假设你变四房 变三房或变两房 它大概是怎么样 也可以 是的 是什么feel 你的空间感你会更好 是 所以我经常觉得房子最难的就是那个真实感 我们要去想象 你知道我以前在装房子的时候 最怕挑窗脸部 因为冲不上去整大片的跟单看的 包括壁纸 你看的时候是一小块 你很难去想象 当它变一大片的时候 那个效果是怎么样 它长什么样 你经常在一小块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 就一大片音 哇 怎么这么快走死人 是 碧姐是会有这个问题吗 是 所以其实让它虚拟成那种有真实感的装修 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才能够去感受到说如果我摆两张床是什么feel 如果我刻变成两个房间那又是什么空间感 是 所以我们说让想象被看见 是ABI技术 不管对空间的销售 最物体的销售上面最大的帮助 让想象被真实的感受到 而且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真实感受到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问 有了这个 这种虚拟的这个 I-Stagion的服务之后 它在交易的速度和效率上有没有提升啊 绝对有 有没有真实的数据 在 就永庆 在有VR跟没有VR那边 其实现在普及率渐渐在提高 那在有没有VR这个内容 只有平面 然后或是有VR这个内容 它被点看是300%多 就有三倍多的优先被点看 因为消费者很直觉的观感 觉得我选了这个看 我可以看得更充分 那停留时间也百分之两百多 就两倍多的时间 就真的更细节的 这个物件 那成交的速度 其实就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说 过去你可能要花到 至少累计看了30套房 现在其实在线上 你更有效的沟通 你已经降到 实际待看只要3到5套 YouTube请搜寻好方网 手机用户请点影片下方的订阅钮哦 订阅之后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好方网 YouTube频道哦 因为对很多卖房子的人来说 他希望他的房子赶快被卖掉 对的 是 特别是有时候不景气的时候 一卖卖半年一年都有 所以如果他可以让交易更快速 我觉得不管是对中介业 对建商还是对想卖房子的一般民众来讲 都很好啊 是啊 因为就是希望赶快能够成交嘛 然后双方能够在很满意的价格下成交 这是最好的 这个刚刚那个我觉得永庆那个值得说一下 因为他们非常创举的 这个叫做接紧买房 接紧看房 接紧找房 可以想象 就是你很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买房子是买区买地段的 那有可能我忽然走到了大安区 这一区可能我过去不熟 但我觉得这一段 这一区确实整个文教气息非常的好 我们不是买房子而已 我们是买房子以及房子周边的环境 是的 对 这是非常务实的 就是实际的买房子的行为 那这个透过的AR融入的VR里头 我们说的MR里头 就是让你走在这路上 然后我可能这一区我以前陌生 但是我觉得这一区的房子 这个环境是我喜欢 或者喜欢给我孩子的 那我可能只要把手机的 这个摄像头打开 然后扫一下附近 然后或者是定位 我们可以GPS定位 那它就会跳出说 左边那在哪一个地址的时候 的三楼目前是出租 十楼目前有要出卖 那我们说这叫街景找房 所以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刚刚我们的画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骑摩车对不对 它也可以不用骑摩车 它其实又有两个使用情境 它这一个拍的是说 这个人他是带法卷嘛 所以想象他坐在美容院里头洗头 然后开了永庆的快收 然后开了永庆的之后 它只要输入说 它是想要看哪一个地段的房子 然后就进入了街景找房 就如通你就在那个马路上 然后你就沿路走 然后沿路走的时候 你就会点到说 门牌128号这一栋的十楼 现在有要卖 然后我再进去看它里头的房 然后可能三楼是要出租 但我觉得这一栋可能公色太老 然后再往前走 然后看到可能158号 还有要卖或要租 这是一个使用场景 那第二个使用场景 是我真的走到了这一区 我真的边走这一区陌生 那我走了我觉得这一区不错 我只要把手机打开 然后可以是扫一下这个附近的街景 然后它就会每合回去 Google的街景 直到你所在的位置 那它就会再告诉你说 这沿街可能在500公尺的范围内 那你有多少是带卖或带出租的物件 那这是跳脱了过去 其实把它想象回来就这样 反正就是不用走的脚断掉就对了 对 就在以前 其实没有网路以前 你就是去到那一区的电线感 看一下哪里是要租要卖的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怕脚断掉 而是现在不能挂康帮 你知道早年卖房子是这样 你就在马路 比如说我就是想要在这个附近买房子 像我们以前是这样 我们就骑着摩托车 然后就开始绕嘛 然后你就往上开始绕 哦 这边有挂一个康帮 你就可以记记记 电话号码 或者这是哪一家中介的 然后那边又挂了一个康帮 那边又挂了一个某某中介在卖房 所以你就看那个康帮 你就知道这条路 或这条巷子有多少房子在卖 可是现在很多市区不准你挂 所以你就是在那边走断角 你也不知道这附近有哪些房子要卖 对的 所以这样很方便 把人带到原始你习惯的 跟本来熟悉的那一个逛房的方式 所以我只要拿着手机 我在那附近光一圈 我就知道这栋有一件要买 那一栋有一件要买 对的 我们说它叫街景找房 然后我还可以点进去 就看它房子里面是长什么样 那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 可以 在美容院也可以 好方便哦 所以刚刚其实 因为讲到了一个重点 我买房子不是只有买那个物件本身 我是在买一个环境 所以AI不只是帮助我们看到物件本身 也让我们看到周边的环境 是 这应该对消费者来讲帮助是很大的 是 现在我补充一下就是 现在这种虚拟的方式 在我们预售屋里面 刚刚有说要数据嘛 我南部有个暗场 其实那个就是建设开发业者 使用这套设备 他告诉我他一个月以内 他的房子clean掉 我说你怎么做到 他说因为那些都是老客户 对 差不多在疫情前了 那疫情当然情况会更好 所以他说 因为他之前的老客户 其实现在连来看样品物都不用来看 他就直接把虚拟的样品物 就传给他们看 他说这个坪数这样可以哦 这样摆可以哦 然后就决定了 那南部因为单价也比较低 在台南市这样 所以在台南市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率是好的 对 一下子就clean掉了 所以时代真的不同了 以前是在家里买洗发金 我们就电视购物买一下 后来在家里叫食物 在Panda Uber Eats 现在在家里买房子 是 所以时代真的不同了 也可以叫车了 十一住行了 真的哦 所以连买房子 这么大金额的事情 都透过高科技 可以让你更清楚 更仔细地看到你想看的物件 我觉得科技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是 好 谢谢两位 谢谢怡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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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盘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